大家好,歡迎來到JavaLong,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又是這條熟悉的公路,一個寧靜的黃昏 沒錯,因為上次我去了一間很遠的Seven 我看到有網民留言說不如去FamilyMart吧,看到這條路嗎? 已經是我去FamilyMart的路了 歡迎光臨好 我想買的是這件東西,是不是很搞笑? 平時也不會覺得這麼有趣 好了,沒見過FamilyMart,發現有FamilyMart的蜜 即Family蜜 其實它不單有Family蜜,只有Family蜜 其實上次也買過,但我發現我不夠 我想買多一條麻煙銅 其實有很多新的杯麵,上次也未介紹 包括就是這排,這個是新出的 軍雞中華麵 這個 極辣阿富尼柚子 這個我也想試一下 好了,買下它 因為這個我早兩天已經買了,在房間有 但我不買這些公仔 我已經離開了這個鏈 或者這個卡 可惜是我已經脫離了買這些公仔的年紀 所以算了 OK,我要買HARI 我要帶大家去我的重點 重點呢,其實我是要買這個 波子汽水 波子汽水 哎呀,沒有了 還有這隻,這隻也一樣 這個其實是本來有新出的 是波子汽水味的 但剛剛買完,做不到給大家看 不要緊,這個也是一樣 同樣的效果 自製的Family Chiki Burger 還有一個包 接著再買多一件Family Chiki 就完成了 咦,還有沒有Family Chiki嗎? 有 OK 就是這樣,變成一個包 Family Chiki 手持下 Prin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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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打算做個Farbracino給大家遊 其實比較搞笑 買完的東西之後 在這裡加牛奶 就是這個了 新出的Ramonel 在這裡加牛奶 可以做多個Farbracino出來 除了Ramonel 之外 還有這個心領的Taffee糖 很可惜的 正是剛好做機 不要緊 當然啦,留下彩蛋我再做給大家 我早兩天都還看到它有 消毒好,先看看我的致味品 先試試這個杯麵 它寫著新發賣的,是一間在東京西迪瓜名店的 reggie的軍雞湯底的中華拉麵 其實都是拉麵的 這個都不用說,這是我們團隊一自然為很好吃的 三種芝士的saku saku corn 即是那些很脆脆的粟米 那些粟米脆脆的零食 但它有三種芝士味,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是零食炸推介 好啦,首先我們試試這個 裡面有些什麼呢? 有一包調味的醬料 有液體soup 即是湯底 有些應該是雞肉 麵的確跟一般的杯麵有少少不一樣 我覺得它應該不是很軟的 即是它是直身的麵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要緊,我把桌子消毒過 我相信這個時候一定會有人留言 哇,你夠膽用這個酒店的熱水壺嗎? 你不怕嗎?不怕嗎? 你放心吧 我用它之前我已經經過充分的消毒 而且畢竟是煮了十天 我都煮過無數次的熱水 好啦,這個呢,就等一會兒 重點呢 我呢 其實 我如果不是為了試東西給大家 我不會吃一個漢堡包 再加一個杯麵 不然這個時候應該要like share 按鈕,留言 還有告訴我 你們還有什麼想看 這個就是這樣的 那裡面有些什麼呢? 裡面呢 是 那麵包呢 就有些腿 但裡面是有塔塔醬子的 這些是成章 和Fami Chiki 好啦 放上去 夾個包 那這個 Fami Chiki Burger 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你喜歡的 還可以買些椰廠沙律 或者買別的東西 其實呢,我已經準備好了 剛才不是有包 蝦 不是有包 蝦 所以我決定一會兒 先試一個 就這樣的味道 試一下味道 我覺得這個包 感覺上有點頹腿 好吃 好 好吃 OK 如何是在於 這個炸雞呢 我很多人都吃過 其實它咬下去也偏油 但是呢,你看到它那些 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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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面上其實還連一層雞皮去炸 這個Fami Chiki 真的很邪惡 我呢 不是 我喜歡吃煎炸雞 但是Fami Chiki也會幫助它 將它變成 收入鬼版Fami Chiki Burger 2.0 就是 登登 加一塊羊肉 放上去 邪惡 然後再 吸半個包 加了羊肉 口口豐富了 加一塊豆 好啊 餐廚都吃完 好啊 接下來呢 可不可以煮了三分鐘 好害怕 好害怕我會 整碗都不能吃 嘩啊 又倒了 廢了 我真的 先試一下麵 它麵底的確是 不是彎的 真的像 一個 普通拉麵店吃的麵底來的 是驚喜的 在杯麵裡面找到這種麵 我覺得已經是合格的了 我剛才 打開它 然後呢 倒了熱水之後 它馬上飄了一股雞湯 雞味 雞味 如果我吃 我又覺得它沒有那麼多雞湯 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我吃完 因為我會 想去它真那間 拉麵店試試 完食 吃完了 好 最後 同場家演時間 哈哈 大家都買了這雙襪 究竟 有人不想看我這雙襪 那雙襪 那雙襪 真的 真的很繁衍 我有問過 今次來做事認識的 日本的同事 我說 其實你猜你們會不會買 我說我以前路過都不會理她 但是呢 可能太久沒有來過日本 所以突然看到 哇 Family Mark的東西都好像 毛巾都好像買了 其實 它的顏色都蠻漂亮 先試一下 好 好 給大家看這個造型 哈哈 哈哈 登登 都 OK啊 哈哈 好了 今天的影片 來到這裡 就告一段落 至於 這個當然是不會試 給大家看 我看我有沒有機會 可能這幾天再去Family Mark 我再補回Frabrachino 給大家看 美中不足 不要緊的 一定有彩蛋 又發現了 這個是很好吃的 這個也是好吃的東西 拍著它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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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都有了 今天 是這個了 波子汽水 好了 買了它 接著要做事呢 就是這裡 看到嗎 它已經有個洞了 是這個 好 有些 可以 在這邊 超級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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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終於買到這個波子汽水的Frappuccino 試我那杯波子汽水Frappuccino之前 我都要先試這個 這個可以說是今次這個旅程中 暫時我遇到我覺得最好吃的甜品 它是Melty Chocolat 是什麼呢?就是Melty Chocolat 因為它裡面 我試過一次這個 我真的覺得很美味所以決定選擇 它是幾乎在 巧克力Mousse 和一個巧克力蛋糕中間的口感 來的,不一根給大家看 看到嗎? 它有不同顏色的巧克力在裡面 嗯 它呢,是甜中大苦的 即是它有那種巧克力 應該有那種甘甘的 苦苦的味道 但因為表面那一層很甜 所以它混合了下去 就做了一個好好的平衡 你可以想像它 是一個不溶的巧克力 你看到這個質感呢 是很厚的 嗯,這個 真的很好吃 希望大家下次可以遇上它 好,接著,入正題 差不多 差不多 融光了 這次我會小心 看到嗎? 其實它還有一個冰來的 應該要攪拌好久才把冰慢慢溶掉 開始有一點了 還有呢,我不知道我剛才看到 它那個冰上面呢 是有一些 一粒粒的類似波子氣水糖的 但我不知道現在攪拌好之後 其實那些波子氣水糖已經溶掉了 還是會吃到一粒粒的 好像珍珠奶茶那樣 完成 先試一下 波子氣水糖呢 原來好像珍珠奶茶那樣 你會吸到一粒 硬糖呢 即是一些粉糖呢 其實奶味又真的不是很重 我喝不到有很奶的奶味 就真的是一個沙冰 我覺得整個過程最有趣的 不是那個味道去玩 即是在雪櫃裡拿冰出來 然後放進去 那個咖啡機裡 按些奶出來 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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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拌拌拌